白陵进入张村 还没住下来 当天后半夜 又被转送到几十里外的雷家庄 第二天精疲力竭地睡了整整一天 夜里又走了八十多里 进入一道黄土断崖下的龙湾村 他住进窑洞后便生下了孩子 再也不能按照原定日期前进 这是一个六口之家 老大娘身子强健 主宰家政 家里有儿媳妇和两女一男三个孩子 儿子在邻村的一所小学校里 当工友 打铃 扫地 逃公厕 烧开水 被学校里的地下党发展为党员 他对白陵说 经我手 送过去二十三个 你是第二十四个 放心吧 没一点麻的 白陵在窑洞里的火炕上 坐着月子 接受老大娘熬烧的小米粥 和烤得酥脆的馍片 看着老大娘熟练的从孩子身下抽下尿湿的裤子又裹上干的 忍不住动情的对老大娘说 我就认你是亲吗 老大娘笑着压低声 说 你要下这娃子 怕还是个共产党吧 白陵惊愣了一下 笑了 白家轩沉默了大约半月光景 绝口不提白陵的事 也不许家里人再谈论被搜家的事 这一晚 他对守候在白赵市炕前的两个儿子说 你俩没经过多少世事 世事你不经他 你就摸不准他 世事就是俩字 福 祸 俩字半边一样 半边不一样 就是说呀 俩字相互牵连着 就好比罗面的罗柜 哐当摇过去是福 哐当摇过来就是祸 所以说呀 你们得明白 凡遇好事的时候 甭张狂 张狂过头了 后面就有祸事 凡遇到祸事的时光呢 也甭乱逃 忍着 受着 哪怕咬着牙 也得忍着 受着 忍过了 受过了 好事 跟着就来了 你们日后经的事事多了 就明白了 白孝武 点头领会 古书上 福西 获悉 获悉 辅 辅 辅 就说的 这个道理 白家宣说 咱没多少文末 没有古人说的圆润 脸儿 一样 白照式的身患 烦躁 而虚弱 自得知 孙女白玲的祸事后 身体骤然垮了 哭泣不止 直到生死历劫 整日就不吃一口饭 只是喝水 喝水不喝开水 专门要喝 从井里刚吊上来的 新鲜凉水 整碗满瓢 咕嘟咕嘟 灌进喉咙 还是喊说 心口里烧得像着火 这几天已经喊不响 也哭不出声了 躺在炕上 闭着眼睛 喘气 冷先生 劝告白家宣 给母亲终止服药 及早准备后事 并且安慰他 说 你已经尽了心 这就算笑 白家宣仍不甘心 明明白白 母亲根本没得什么病 是灵灵的劫难 引发出来的 按照白赵氏的气性 图会是下成这样子的 多半是思念孙女 机遇成疾的 于是 便编造出一套假话 给母亲宽心 她悄悄的 趴在白赵氏耳根 神秘的说 妈呀 我跟你说句悄悄话啊 我大姐说了 灵灵 前日到书院看望她 浑浑泉泉 结结实实的 没一点麻达 白赵氏猛然睁开眼 坐了起来 真嘎 白家宣神秘的说 你想想啊 我大姐 大姐夫 这一辈子说过一句虚话没有啊 白赵氏问 那灵灵 而今在哪大呀 白家宣说 还在城里 那女子又鬼又胆大 谁也抓不住 她说呀 叫屋里人 甭记一点她 还说了 贵贱 不敢 冒问 乱打听她 白赵氏突然松弛下来 对 白家宣说 哎呀 你去把牧鼠 鼻子拿来 妈的头发呀 揉成一窝子 麻了 白家宣 给冷先生 叙说吧 一句假话 就像母亲 一条命的意识 朗声笑起来 哈哈哈哈 我明日也能坐堂诊病了 哎 人哪 有的时候啊 还得受哄 陆子林的儿媳 疯了 她变疯的原因 村人丝毫不知晓 秋末冬初的一天上午 平时很少在村巷里露脸的她 突然从四合院 轻手飘脚 蹦到村巷里 哈哈大笑不止 立即招引来一帮闲人围观 她哈哈大笑着 又戛然停止 瞬间转换出一副羞羞怯 却神神秘秘的眉眼 窃窃私语 俺爸跟我好 我跟俺爸好 你甭跟俺阿婆说 哦 围观的男女大为惊骇 面面相觑 谁听到这样可怕的事 不管心里如何想 脸上都不愿意表现出幸灾乐祸的神情 一些拘谨的人干脆扭身走开了 有几个女人拉着 劝着 禁止着 不要她胡亲 她却反而瞪大了眼睛 向人们证明 谁胡亲来 你去问俺爸 看她跟谁好 你们甭下看我 哼 她娃子不上我的康 她爸可是抢着上来 仁义的村人们 没有被这个天大的笑话所逗笑 而是惊叹不已 白孝武要去镇上 正好走到跟前 听到一句就竖起眉毛 断然斥责几个女人 还不赶紧把她拉回家 还听她在这儿胡信 几个女人得了指令 便下誓死劲拉扯 那女人两臂一抡 把三四个邋遢的女人 全都甩开 撒腿端直朝阵子上跑去 一边跑着 一边叫着 我到保障所 行俺爸去呀 我想俺爸了呀 这个女人发疯的事 便在村子里哗然传播 她跑到白鹿镇上 看见了稠密的人火 便愈发兴奋 不断咕弄着 重复着 俺爸跟俺好 我跟俺爸好 这话 引起那些从四面八方 赶集来的男人 哄笑不止 她从街道上 张张扬扬地走过去 屁股后头 拥着一堆 看热闹的陌生人 白孝武抢先一步 跨进保障所 陆子林正跟几个 逛集的顺便来 跟他聚会的好友 在屋里闲聊 白孝武神色紧张地 说了发生的事 儿媳妇已经闯进了院子 看热闹的人 围在大门口 不敢进去 陆子林顿然 吓黄了脸 一句话没说 跨上前去 抽了儿媳 一记耳光 儿媳被打得 咧咧咧咧的 在原地转了一圈 晕头昏恼地问 爸 你不跟我好了 还打我 陆子林气得脸色蜡黄 又甩出一巴掌 那女人就跌倒在院子里 陆子林说 小五 你快把这货 还拉回家去 白孝武一把 攥住那女人的胳膊 拖着拽着 走出保障所院子 又静止 那些尾随的人说 哎呀 疯子嘛 有啥好看的 陆子林紧随其后 赶回家来 把儿媳妇推进煞屋 就从外面锁上了门板 喘着气 送孝武出门 孝武啊 你申名大义啊 陆子林被这件 难以辩解的瞎事 搞得惶惶不安 她的女人陆赫氏 却冷漠的 给她撇凉枪出气 哼 这下 你在园上的名声 越发的大了 陆子林吸着水烟 根本不理会的 陆赫氏 在自家门楼里 奚落她的话 再难听 也无伤大局 麻烦地试试 这个疯子儿媳怎么办 她胡沁的这些瞎话 要是传到了 冷先生的耳朵里 她怎么和冷先生 见面说话 这件事发生的 这么突然 简直是猝不及防 一下子传播到 整个园上 像打碎的瓷器一样 不可收拾 难以孤魂 她想去找冷先生 当面说清了 准定能够先入为主 澄清事实 考虑到 此时镇子上 人群涌动 被人注视的尴尬 只等到 集散皆空 她才走进了 冷先生的中医堂 冷先生一见面 倒先开口了 子林啊 你来了 先坐下 我知道 上午发生的事了 陆子林顿然觉得 心头宽视 脸上也自在了 冷先生平静地说 你不要跟小人计较 陆子林真心地感动 说 大哥呀 我对不住你呀 冷先生说 先前的事 先前的话 都不说了 我给他呢 把病治好 你让赵鹏写一张修书 了事 陆子林 漆晚地说 你前二年说这话 我不忍心 我总想得个圆满结局 没料到 越等越糟 咱先不说修书 等病好了 再说 冷先生便跟着陆子林到家里 去给女儿诊病 冷先生走到庭院 就听见女儿的喊叫声 爸耶 回来耶 快上炕 冷先生腮帮上的肌肉 抽扭着 走到窗前 女儿瞅了冷先生一眼 就呆愣愣地僵住 随之哇的一声哭叫 冷先生说 把锁子开开 陆鹤氏打开锁子 开了门 冷先生进了煞屋 瞅着女儿 女儿这时清醒过来 抹着肋 招呼父亲坐到椅子上 冷先生说 你怎么了 女儿莫名其妙 不怎么样 我好好的呀 冷先生说 不怎么就好 你等着 我让你兄弟拉毛驴来 接你回娘家住几天 女儿说 不麻烦兄弟 我不去 眼看着下雪呀 我还有两双棉窝窝 没上完呢 女儿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异常表现 冷先生坐了一阵 回中医堂去了 临走 叮咛 说 在犯病的时候 你叫我 冷先生刚走进中医堂 还没坐稳 陆子林又来了 不用说是儿媳妇的病 又犯了 冷先生啥话不说 又来到陆子林家 先在院子里 助力提听 煞屋里 传来了女儿的声音 我有男人 跟没有男人一样 守活寡 我没男人 我守活寡 我还能挣个针洁牌 我有男人守活寡 倒图个啥 你娃子把我瞅不进眼窝 你爸跟我好的 恨不能把我吸尽鼻孔 你不上我的康 你爸爱上 陆子林站在侧后 满脸稍稍的 恨不能钻进地方 冷先生转过身 走出门来 说你跟我去拿药 半年前一天深夜 陆子林喝得醉熏熏的 回家来用脚猛踢接门 接门栓子 哐当一声响 门扇动开 陆子林翘门槛的时候 脚尖半了一下 跌倒在门里 爬不起来 大声声唤着发脾气 你狗人 你还不赶快扶我了 你还立着呢 看热闹了 他以为开门的是老伴 却料不到今晚是 儿媳开的门 儿媳难为情的说 爸 是我 陆子林分辨不清是谁的声音 继续发脾气 我知道是你 你不服我 你盼着跌死我呢 儿媳便伸手拉住他的胳膊 往起拉 陆子林仍然大声声唤着 挣扎着 爬起来 刚立起来 走了两步 又往前闪扑一下 跌翻下去 儿媳急忙抱住他的肩膀 帮他站稳身子 陆子林本能地把一只胳膊 搭到儿媳妇的肩膀上 借助着以托 往前挪步 大声感叹着 老婆子 哎呀 还是你对我失手 儿媳满脸稍稍 低声分辨 说 爸 你尽说胡话 不是俺妈 是我 陆子林眼睛一瞪 站住脚 你妈咋来 你咋来 都一样 你对吧 也实受着来 啊 也好着来 而媳妇扶着公公 走过门房 进入庭院 一轮半圆的月亮 贴在天上 院里 弥漫着香春树 浓郁的香气 陆子林站在院里 连着打了两个震撼乌院的喷嚏 变出一副柔声憨气的调子 说 安婉你 笑声得很 说着就伸过右臂来 把儿媳抱住了 毛茸茸的嘴巴 在儿媳妇脸颊上急拱 喷出热骚骚的烧酒气味 几乎同时 手在儿媳妇只穿着 一件单衫的胸脯上揉捏 儿媳妇惊叫一声 浑身燥热 双腿颤抖 几乎陷入昏厥的恍惚之中 又本能的殃狗着 爸呀 这成啥话呀 快丢手 陆子林说 这怕啥呢 安婉身上 好软 儿媳终于从突发的慌乱中 恢复理智 猛力挣脱出来 奔进煞屋 将门关死 陆子林又摔倒在地 哼哼着 爬不起来 儿媳在看边坐了一会儿 震静了一下 从小木窗朝外看去 阿公仍然躺在庭院的砖地上 拉起了憨声 他叹了口气 断定阿公真的是喝醉了 糊涂了 侧隐之心又催促 他开了煞五小门走出去 再次把阿公拉起来 拖向上房钻垫台阶 阿公已经完全不省人事 任他拖着拽着架着 走进上房东屋 按在康边 顺势就倒在炕上 依然呼噜 打憨 儿媳妇给公公脱掉不斜 把双腿掀上炕去 拉开一条薄被 搭在阿公身上 然后就走回了自己的傻屋 这一夜 他睁着眼 做到天明 听了整整一夜 从上房东屋 传出来的忽高忽低 忽粗忽细的 憨声